今次就帶大家來到充滿異國風情的赤柱 這裡除了有特色商店、餐廳、歷史建築物等 吸引不少遊客和市民假日前來遊玩之外 這裡還有不少豪宅 今次就和大家參觀赤柱最新的獨立洋房 由東立地產發展 位於赤柱村道52號至54號的Soulis 由6座獨立洋房組成 光圍4房間隔 以價現樓 立即和大家參觀其中兩棟 首先和大家一起參觀54B號連裝修的單位 食用面積2496呎 屬於四廳、四房三套間隔 獨立洋房門前持有車棚 可以拍到兩至三輛車 事不宜遲,立即入屋看看 入門就是圓關的位置 設有一個客廳,方便客人使用 運用樓梯底的空間做了一個儲物室 增加收納空間 穿過圓關位就是客飯廳和廚房 廚房長型開側 兩邊的工作台面 配備各種名牌家電 包括蒸焗爐、酒櫃、雙門雪櫃、主食爐等 設計師將其中一面的長身擦槌 改成中度巴桌和收納櫃 可以用作簡單用餐以及連貫客廳 廚房亦都連接花園位置 並且在這裡放置了一個洗衣的設備 長方型巨廳 客飯廳佈局分明 空間寬敞 客廳擺放灰色的L型大沙發 翠綠色的圓形茶几 仍有空間可以擺放大型的休閒衣 辦廳擺放白人的圓形大餐桌 配備特色吊燈,簡約又溫馨 客飯廳以落地大玻璃拓門 連接大約958呎的私人花園 這邊擺放了BBQ設備和戶外餐桌 另一邊放了大型戶外的層椅 然後和大家上來沉室區看看 在一個家庭廳 打造私人的影院和遊戲空間 同層設有主人房 十分寬敞 尋區放置Kingsize大雙人床 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一邊設有梳妝桌 外面大約270呎的平台花園 夫妻兩人閒時可以在這裡喝茶 看看升 主人房更加設有布入式的衣帽 兩邊一列的衣櫃 充滿收納空間 主人房鋪設計 雙洗手盆設計 乾濕分離 右邊有大浴缸 再上一層設有三間房間和浴室 浴室以旗桿設計 有窗有利排走濕氣 這間房設計師改造成書房 後面是高身的收納架 放置大的辦公桌和休閒椅 旁邊是另外一間套房 空間寬敞 可以放大雙人床 做到三邊落床 門後面設有置頂的大衣櫃和書桌 套廁以旗桿設計 走廊的盡頭是另外一間套房 一邊的長身設有兩個陷入式的衣櫃 放置雙人床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浴室以旗桿設計 最後我們來到天台的位置 天台機房可以靈活 設計師改成為工人房 天台大約150呎 光致大型勤椅 可以看到附近的樹景和遠望海景 然後參觀旁邊 54C號屋的清水單位 和54B號屋的單位間隔 實用面積一樣 同樣實用面積都是2496呎 屬於四廳四房三套間隔 原則的廚房是緊廚設計 所以我們要提供了 1個月的建築 一會兒 1個月的廚房 一會兒 另一會兒 看看 一會兒 一會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秘的天台机房就位于天台的角落位置进去 而54C号屋可以看到更广阔的海景 项目位于赤柱村道52至54号 这边的路段比较少大车出入 环境比较宁静 住户除了可以开车出入之外 附近也有巴士和小巴 来往港岛各区 五分钟的步骤可以到达赤柱广场和市集 还有不少的民生商店和特色餐厅 也有海滨长廊以及多个沙滩 假日可以随时去晒太阳、游泳和做运动 今次就介绍完毕啦 想知最新的留盘资讯 就记得follow我们的Facebook和YouTube 下次见啦 拜拜